如果你要真正合法使用刚刚的那些下载的东西 你必须在你再度发布的那个档案里面 然后呢,比如说你放一个授权档 那这个授权档比如说叫license.tst 我放在哪里呢? 接下来我要用这两个东西来建一个blender的示范的范例 那我既然用了它我就应该写一个授权档 这个授权档里面标示说我的图片从哪里来 我的影片从哪里来 那它的授权是哪一种授权 OK,所以我现在下载下来 我都是用创作共用的姓名标示授权 这两个来源都是 那所以我就用同样一个授权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图片的来源我必须要标示 因为姓名标示 其实你应该标示那个作者的姓名还有图片 那以刚刚的例子而言 我这个freaker的图片是来自于这里 但是其实你不知道这个作者的姓名 但是你知道它的账号 它没有提供真实姓名 所以你应该把它的账号图片来源 账号是谁写清楚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影片 影片来源呢也没有标示姓名 所以我也把它账号是谁写清楚 这样子就比较符合那个创作共用的授权的条款 OK,那如果这样子你做了之后你就可以上网 就不用不用太担心 那我做的时候我授权的档案放这里 那我放这里我待会要公开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整个资料夹压缩 然后再上网就好 那这样会比较完全符合创作共用授权的规定 所以各位在未来你要做这种用到别人素材的时候 请记得法律授权很重要